上一回啊,咱们讲到魏忠贤魏公公是权清朝野,扫清了一切的障碍,搞定了所有人,当然也包括皇帝在内,除了皇帝之外,他现在可以干掉任何人,包括皇帝的儿子和老婆。 那么事实上呢,他也真的搞到了皇帝的头上,这话怎么讲呢,对于天体皇帝啊,魏忠贤倒是很有好感的,这人文化比他还低,干活比他还懒,业务比他还差,如此难得的废柴,是哪找去啊? 所以魏忠贤认定,在自己的这块自留地上,只能有这么一根废柴,任何敢于长出来的野草,全都必须连根铲除。 那么什么叫野草呢?所谓的野草,也就是皇帝的儿子。 这个天体皇帝啊,虽然素质差点,但是生儿子还是有两把刷子的。 到了天体六年的时候,他已经先后有了三个儿子,不过呢,一个都没活下来,他就都夭折了。 天体三年十月,皇后生下一子,早产,夭折。 十多天之后,慧妃生下第二子,母子平安,皇帝大喜,颁布诏书是大赦天下。 不过九个月之后,这孩子又夭折了。 天体五年十月,荣飞生了个儿子,活了八个月,也夭折了。 那么我相信啊,明代做月子的水平,就算是比不上今天,他也差不到哪儿去。 啊,搞出这么个百分之百的死亡率,也是要归功于魏忠贤老先生的艰苦努力。 啊,比如说第一个皇子吧,由于是皇后生的,大肚子的时候,直接下手似乎有点麻烦。 但是要等他生下来,估计更麻烦。 经过反复的思考之后,魏忠贤使用了一个独特的方法,来除掉这个孩子。 我确信呢,这种方法的专利,不属于魏忠贤,多半是克施出的主意。 因为只有女人,才能够想出如此专业,如此匪夷所思的解决方案。 按照某些史料的说法,事情是这样的,皇后突然觉着腰疼,找人来给治。 魏公公随即就很匹贴的推荐了一个人,帮皇后来按摩。 这个人呢,在按摩的时候,使用了一种奇特的手法,伤了胎儿,直接导致皇后早产。 这是名复其实的无痛人流啊。 如此杀人不见写着神功,实在是让人叹为观止。 如果这个招数要是流传下来,那无数的药厂医院估计就要关门打击了。 这件事情虽然留得相当利索,但是传的却是相当的快。 没过多久,宫廷内外全都知道了。 以至于杨连在写那封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的时候,就把这一条也列在了其中。 但是皇帝不知道,估计就算知道了,他也不信。 在此之后,皇帝大人的两个儿子虽然平安出生,但是几个月之后,就都去见列祖列宗了。 很可惜啊,关于这两起死亡事件,没有证据显示跟魏公公有关。 充其量,他也只是个嫌疑犯。 可问题在于,他是唯一的嫌疑犯,所以也只能委屈他老人家。 反正他身上的烂账是多了去了,也不在乎这一件两件的。 除了皇帝的儿子之外,皇帝的老婆也没能保住。 比如说玉妃,他原本很受皇帝的宠信,但由于怀了孕,魏忠贤决定整整他,于是联合客室把他发配到了冷宫。 更加恶励的是,他还调走了玉妃身边的宫女,让那个玉妃单独一个人在宫里头进行生存训练,连口水都不给,最后导致玉妃是饥渴而死。 除此之外,像什么惠妃啊,荣妃啊,甚至皇后本人,只要是皇帝宠信的,能生儿子的,全部都挨过魏忠贤的整。 这魏忠贤的努力,最终换来了胜利的成果。 登基六年的天启皇帝,虽然竭尽全力,身心健康,却依然是毫无收获。 魏忠贤这么做的动机很简单,他并不想当皇帝,只是害怕生出了太子,长大了之后,比他爹聪明,不受自己的控制,他就不好混了。 这个算盘呀,要说也没打错,毕竟皇帝大人才22岁,还有很多的时间,再想个十几年的福,让他再生儿子也不迟。 更何况,从大臣到太监,一切都在他卫功的控制之中,即使新皇帝继了位了,也是他自己说了算,这世间已经没有敌人了。 天启六年,也就是1626年的时候,情况大致如此。 但事实上,这两个假设都是错误的,首先,皇帝大人今年确实只有22岁,不过历史记载,他临终的时候也只有23岁,也就是说还有一年的活头。 其次呢,魏公公是有敌人的,可以往不同的是,这个敌人虽然不起眼,却将置他于死地。 我呀,始终有这么一种想法,这所有的场景,包括荒唐的,奇异的,不可理解的,都在上天的眼里。 在六年前,上天送来了一个女人,就那客室,把魏忠贤送上了至高无上的宝座,创造了一个传奇。 而现在呢,上天决定终结这个传奇,把那个当年的无赖打回原形,而承担这个任务的,同样也是一个女人。 这个女人是谁呢?她的名字就叫做张燕,刹子燕红的那个燕。 就在六年前,当客室和魏忠贤打得火热,太监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,15岁的张燕进入了皇宫。 作为河南选送的后妃人选,张燕受到了皇帝的召见,面试的结果呢,十分之好。 张燕年纪又小,却很漂亮,皇帝非常喜欢,并且记下了她的名字。 而当客室看见她的时候,却感受到了一种极致的惊恐。 她的直觉告诉自己,她所苦心经营的一切,都将毁在这个女孩的手上。 于是,她却向皇帝哭诉,执意反对,要把这个小女孩给送回去,不能让她待在宫里头,这是个祸害。 一贯对她言听计从的皇帝,这回啊,第一次违背了奶妈的意愿。 无论客室是哭天抢地,皇帝在一边啊,置若罔闻,当没听见一样。 非但如此,十几天之后,她竟然还把这个叫张燕的女孩封了皇后,始称义安皇后。 客室是个相当精明的人,她认为这个女孩太过漂亮,会影响她在皇帝心中的地位。 但是她错了,这个女孩不但漂亮,而且精明,她不但抢走了皇帝的宠信,还将夺走客室所有的一切。 虽然说张皇后当年才十五岁,但她的新智年龄应该是五十多岁。 自打入宫起,就开始跟客室战章,并且是丝毫没有聚算,时常还把魏公公拉进宫来骂几句。 完全不把魏的人九千岁当外人,弄得这九千岁,恨得是咬牙切齿,牙根直痒痒,可是这门办法没有。 到了天启三年,也就是1623年,张皇后怀孕了,客室无计可适。 前面咱们讲了,她让人按摩的时候偷偷做了手脚,让张皇后流产了。 这件事情让客室高兴了很久,然而她所想不到的是,短暂的得意换来的将是永远的毁灭。 在失去孩子的那一天,张皇后发誓,客室和魏忠贤将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。 那么双方矛盾的计划是由一本书开始的。 在失去孩子不久之后的一天,皇帝来到了张皇后的寝宫,发现这张皇后正在那看书呢。 于是皇帝就问了,啊,皇后,你在看什么书啊? 哇呀,看的是赵高传。 皇后这么回答,皇帝听完之后没说话,他虽然不知道托塔天王是谁,他却知道赵高。 很快,魏忠贤就知道了这件事情,他十分的愤怒,决定反击。 第二天,皇帝在宫里闲逛的时候,意外的发现了几个素卫谋面的生人,于是乎大惊失色,立刻召集侍卫。 经过搜查呢,这些人的身上都挡有武器。 啊,这是侧客呀,有人要刺亡杀架,这是非同小可呀。 相关的嫌疑人立即被送到东厂,进行严密的审问。 那位说这几个人真是刺客吗?怎么混进到皇宫里头的呀? 其实啊,这都是魏忠贤的诡计。 他在宫里头埋伏了一些士兵,伪装成刺客,故意为皇帝发现。 而这些个刺客,必定都会被送到东厂审问。 在东厂里,刺客们一定会坦白从宽,说出指使人,想坑谁就坑谁。 那么魏忠贤想坑谁啊?他想坑的人叫做张国际。 这张国际又是谁呢?就是前面咱们讲的张皇后他的父亲,皇上的老丈人。 所以说这是一条相当毒辣的计策呀。 老泰山也好,老岳父也罢,扯上这个罪名,沾上火星他就跑不掉了,皇上也救不了了。 然而就在魏忠贤准备实施这个计划的时候,有一个人出面阻止了他。 这个人表示说,即使死,他也绝不同意这种诬陷的行为。 那这人是谁呢? 这位仁兄并不是什么大善人,他就是魏忠贤的忠实走狗,司里坚的长印太监王体贤。 他呀,只用一句话就说服了魏忠贤。 这王体贤说什么呢? 他说皇上凡事都不怎么管,但对兄弟老婆是很好的。 你要是告状,有个三长两短,我们就没命了呀。 魏忠贤到底是老江湖,他立刻就打消了自己的主意。 为了信心安全,他干掉了那几个被他安排扮演刺客的兄弟。 魏忠贤心想,这么一来皇后是整不倒了,那就一心一意的跟着皇帝混吧。 可是皇帝却已经混不下去了。 天启七年,也就是1627年的八月,天启皇帝病危。 病危自然不是因为勤于政务,估计是做木顶活太过操劳了,也算是倒在了工作岗位上吧。 魏忠贤真的是很伤心啊,真的很伤心,他很明白,如果皇帝大人就此挂掉了,那以后他就难办了。 拜自己所赐,皇帝的几个儿子都被干掉了,所以垂帘听政,欺负小孩之类的把戏,没法玩了。 而皇位继承者将是天启皇帝的弟弟。 明光宗虽然只当了一个月的皇帝,但生儿子的能力却相当了得,他足足有七个儿子。 不过很可惜,这个儿子活到现在就剩俩了,一个就是天启皇帝朱有孝,那另一个呢,就是信王朱有俭,当时17岁。 他后来的称呼叫做崇祯皇帝。 对于朱有俭,魏忠贤并不怎么了解,但是他明白,一个17岁的人,如果不是天启这样的极品,想要控制,难度是很大的。 废柴难得,所以当务之急,他必须要保住皇帝的命。 于是魏忠贤随即公告天下,为皇帝寻找明依偏方来制定。 表面上呢,他是关心皇帝的健康,实际上他是为自己做打算。 可您别说,咱们一起昭告天下呀,还真有来献方子的。 兵部尚书霍维华,不足众望,仅仅用了几篇,就找到了一个药方。 他说,用这个药方,那有起死回生之效。 妹妹说了,这世界上真有这样的药方吗? 我和您一样的好奇,所以呢,我就想方设法找到了这个药方。 这个药名叫仙方零露饮。 配方是这么开的。 优良小米少许,加入木桶蒸煮,木桶底部楼空,安放金瓶一个,边煮边加水。 煮好的米汁呢,流入金瓶,煮到一定时间换新米再煮,直到金瓶满了为止。 那么金瓶当中的液体,就是所谓的零露了,据说有长寿之功效。 还事实成明,这零露确实还挺有效的。 天体皇帝喝了这零露之后,感觉很好,连吃几天。 不过呀,吃了几天之后却又吃不了了。 为什么呀?病情加重,吃不下去了。 其实啊,对这个药物我也有所了解。 按照以上的配方以及制作方法,这零露还有个更为通俗的称呼。 什么呀?米汤。 用米汤去抢救一个生命垂危,即将歇菜的人。 这充算反映了为公共大无畏的人道主义精神。 真是蠢到了家了。 皇帝大人喝下了米汤,然后依然头都不回的朝着黄泉路上是一路狂奔,拉都拉不住。 痛定疏痛啊,魏忠贤决定放弃自己的医学事业,转向专业行他。 什么行他?就是他那老本孩,搞阴谋。 当皇帝将死未死的时候,魏忠贤找到了第一号心腹崔承秀。 他就问崔承秀,说大事可行手。 狡猾头顶的崔承秀自然知道是什么大事,于是他立刻做出了反应,沉默不语。 魏忠贤再问,崔承秀再沉默。 直到魏忠贤生了气了,这崔承秀才发了句话,这个我怕有人闹事啊。 直到现在魏忠贤才明白,自己收进来的都是些胆小怕死的货,都靠不住。 现在只有靠自己了。 他找到客室,经过仔细的商议,决定从宫外找几个孕妇进宫当宫女。 等皇帝走人,就搞个离猫换太子,说是皇帝的一父子。 反正宫里的事情他说了算,他说是就是,不是也是。 为了保证万无一失,他还找到了张皇后,突然告诉他,我找好了孕妇,等到那个谁谁谁死了,就生下来直接当你的儿子,接着做皇帝,你挂个名就能当太后,不用受累。 这是文明的说法,流氓的讲法自然也有,比如宫里的事我管,你要不听话,皇帝死了之后怎么样,就不好说了。 那么皇后听了之后是怎么回答的呢? 这张皇后说了,如果听从你的话,必然得死,不听从你的话,也必然是死,反正同样是死,还不如不听呢,死后倒可以见祖宗在天之灵啊。 说完了,他就跑去找皇帝,把这事儿给报告了。 按照常理,这种事情只要让皇帝知道了,那魏忠贤必定是完蛋的。 但是当皇后见到奄奄一息的皇帝,对他说出这件事情的时候,皇帝陛下却只说了三个字。 哪三个字啊? 皇上说,我知道。 皇上说了三个字啊。 魏忠贤并不怕皇后打小报告,他在发出威胁之前,就已经找到了皇帝,本着对设计人民负责的态度,准备给皇后贡献一个儿子,以保证后继有人。 那皇帝呢?竟然非常高兴。 这也很正常,这位皇帝大人的智商本来就不好使,再加上病得稀里糊涂的,脑袋里头也只剩一团酱糊了。 所以魏忠贤相信,自己的目的一定能够实现。 但是,他终究还是犯了一个错误,和当年东林党人一样的错误,那就是低估了女人。 今天的张皇后,就相当于是当年的客室,而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 他不但有心眼,而且很有耐心,经过和皇帝长达几个时辰的长谈, 他终于让他的丈夫相信,传为给自己的弟弟,才是最好的选择。 很快,住在新王府里的朱友简,就得到了消息,说皇帝要召见他。 那么他见了皇帝之后,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? 咱们下回接着讲。